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6月10號 星期一為你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徐貴雅 今天是端午節 祝大家廉價愉快 但是我們還是照常的上工 我們先來看的是什麼 是行政院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 國會擴權法案要提複議 那麼民進黨將在全台22縣市 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宣講 要反國會擴權 6月14號第一場的說明會 挑在哪邊 就挑在傅昆奇的地盤花蓮 結果國民黨這邊不甘示弱 他們說也要舉辦一個 國會改革的說明會 而且國民黨立委王鴻威 他講說這就是一場 藍鳥對青鳥的對決 但是這個法案 你不都是已經過了嗎 那國民黨現在才要辦宣講 要跟人民溝通 是不是本末導致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說 不如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立法院好好辯論 對啊 你怎麼沒有在法案通過之前 就把黃國昌總召叫來說 立法院應該好好辯論呢 而黃國昌的這個倉粉 最近在忙什麼 他們很忙著在出征犯其妃 還有犯其妃的節目 包括製作人等等 那黃國昌不滿說 你這個專訪 怎麼播出的內容當中 你有給我剪掉一些東西 我覺得很不尊重 但是其實這個節目 不是針對黃國昌的訪問有三件 人家已經做一年多了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嘛 那因為黃國昌有這些反應 所以製作人就嗆他 到底是哪裡來的巨嬰 黃國昌的論述當中 他有表達說 這個99.9%的人 根本就不會因為 這個國婚擴權法案 受到影響啊 那我們要請教的是 受到影響的0.1% 他的權益受損都不用管嗎 而最扯的是呢 國民黨立委在法案過後 現在說要幹嘛 說他們要研究調查權 要如何行使 請教一下 難怪你們當時 連定義都定義不出來 也難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罷免的聲浪 遍地開花 好 開始我們今天 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貴啊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台中市員 周永宏 貴啊 大家好 接著歡迎剛吊完蝦回來的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者 王益川 大家好 左手邊來介紹 資深媒體王衛德 貴啊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王詩琦 大家好 還有太平島島主國民黨 新北市議員呂家凱 貴啊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時事評論員 吳靜宇 Grace 他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那川哥我們先來請教 在 這個 青鳥行動 其實是因為 為了要把這個青島東路 然後呢 因為它的流量的關係嘛 所以就用一個青鳥這個東西來做一個取代 不過呢 你們後續呢 我看到是黨中央秘書長上任了 林宥昌就有講啦 我們6月14號要指導到花蓮去 那15是台南跟新北616要在台北 也就是說後續還會有 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宣講嘛對不對 你們要把這個 反國會擴權的東西 講給大家聽 不過國民黨這邊就說 我們怎麼可以讓你專美於錢呢 所以汪洪威他就受訪 他錄了一段影片 他就講說 我們要用藍鳥來對決青鳥 我們先不管台語音怎麼發音 搞不好你比較清楚 但是 現在國民黨有一個氛圍就是 本來感覺他們 因為民調下滑 所以氣勢比較弱 可是現在感覺上 他還是在嗆民意耶 要跟民意對決 是啊 因為作為民調 發言說很多人都不知道 說立法院 差不多三個禮拜前 到底是在無聲 很多人都不知道 國會擴權 國會濫權 到底什麼東西 所以當中央當然就說 這樣好 我們所有的黨公子 包括立委 包括議員 連鄉頂頂頂 川里頂 有機會都要說 街頭宣講 辦演工廠 什麼發展協會 室內室外 可以說的都要說 而且這個統治 已經都發佈大家 政府 教養 也都會收到 都一定要辦 列路排成中就對了 都要辦 不管用什麼形式 反正就要一直說 一直說 跟這些東西說 有請做 直接來面對這一個選民 當然這次要標關民進黨輸 所以民進黨要把我們的集資者 包括一般中性的選民說 如果沒下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讓我們大家的管理 人民會受到什麼影響 開公司的人 老闆到有可能會被人叫來 李煥伊 這我們政論節目都有討論 可是一般的民眾 有時候搞不清楚 所以要去下廂跟大家說 這辦下來 我看這算起來 親差辦才會都要一百頂以上 因為立委也要辦 議員什麼 大家都要辦 一兩百頂走不去 是比方說永宏那區 大家接著來辦一團 或是說永宏就要辦一團 每一個議員都要這樣 永宏都要辦一團 他現在是每一個公職都要辦一場 一場 所以議員也算公職 議員也算公職 議員 傳議長 代表 對 那也要接頭先講 除了定義委員這張重量級的 就要辦五團 沒有啦 一團就五萬人 這是說大家 口感不一樣的形態 因為大家的狀況不一樣 當然這要辦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 就本來要面對選民 國民黨現在要辦 他要辦那個拿石的教 這個活動 其實我不是很理解 國民黨下去要怎麼講 因為已經贏了 他們標決贏了 要拚的時候都要說什麼 說我們贏了 就讓我贏了 怎樣怎樣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來啊來啊 來啊來啊 要說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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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的人是要說什麼 贏的人說 你看我們很強的 我們贏了 對民進黨來說 就是去宣傳 就是去講這一件事情 所以對華蓮 台南 新北到台北 這是當中央算當中央辦的 現在也看到很多議員 他們自己都辦這個 都主動出來要辦 都出來辦 所以這一些活動 對基層來說 基層就第一時間 可以接收到 這個國會改革的這些 相關的這一個資訊 但是 但是這裡頭我們就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黨沒有要辦 這個民眾黨 民眾黨 黃國昌說我們沒有要辦 柯文哲也說沒有要辦 但是喔 現在也有可能一個總共 因為國民黨的去你講的都不能講 你現在叫李佳蓮去講 他也沒什麼可以講 資訊沒什麼完整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挺黃國昌 你知道嗎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叫黃國昌 講最好一個 每一場大進場跟黃國昌 就國民黨給台北好 因為你叫他今天去講的 不能講嘛 他也搞不清楚嘛 今天黃國昌講的清楚嘛 所以國民黨給武台大二 這個黃國昌最後一個上場 讓他說三十文均都不能加 一到月前給他講 大進場是不是講 可能這樣 國民黨的擠擠擠擠 才看得懂 這個黃國昌在武衛 這是什麼 但是現在也遇到一個問題 請問國民黨要去哪裡辦 國民黨有沒有立委舉手說 來我這裡辦 譬如說我們圖全集 來圖全集 來來快點來我這裡辦 我們台中羅天委說來 來我這裡辦 我這裡太狂了 我們這裡都支持我的 我們這裡都支持 去國會改革的 趕快來趕快來趕快來 羅天委跟廖偉翔 會舉手說來我這裡辦嗎 劉喜婷 你會舉手說來我這裡辦嗎 謝伊鳳 謝伊鳳應該辦第一頂 謝伊鳳要選中華館長 趕這個時候趕快選團一下 我們國民黨多強多用 人家要跟黃國昌合作 謝伊鳳應該辦第一頂 謝伊鳳我看這個南虎好了 比台南的社隆來 更加頭前先辦下去 國民黨現在很多立委 很怕當中央開桌 當中央說 那我們就去廖偉翔 去謝伊鳳 去KO辦 來謝伊鳳 你付這辦 反正你們家的 台東的地下 你們選機都在那辦 辦一個十萬人的 謝伊鳳去董環 叫什麼 許巧鑫 叫黃國昌 叫王鳳輝來道公 謝伊鳳 你當中央找你不能走 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就遇到這個問題 最好不要來我接班 因為你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所以你說的搞不好 人家家愷說 有啊我們非常踴躍啊 我們五十二加二 然後我都去董啊 我就不知道說你們的這個回想如何 你有探聽嗎 家愷 其實我看到前幾天的新聞稿 上面寫國民黨表示 我們會在六月中旬在二十二個縣市 至少辦一場大型的說明會 由地方的黨部來主辦 會邀請 至少辦一場 一場 剛才說這幾百場 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方式嘛 那國民黨目前的大型說明會 是在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方式 所以很多的地方黨部主委 就問我說 欸 家愷 欸 議員 這是黨中的立場 還是立法院黨 因為那個新聞稿 沒有說是只做國民黨表示 沒有說是國民黨中央 還是說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那看起來就是現在已經要求各縣市的 黨部嘛 就是新北市黨部也好 新竹市黨部等等的黨部 至少辦廠邀請區域立委 跟部分區立委 還好 我覺得還沒有說動員到議員 對不對 因為這個議員我們說實在 剛... 因為說實在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很難去解釋 因為我相信委員會最清楚 所以我希望邀請到的委員 都至少到現身說法說 到底我們的初衷 以及我們要揭蔽的那些原因 有哪些嘛 疑似的弊案 那時候選舉如火如荼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了很多疑似的弊案 對不對 那時候說了很多 我們也發了一個rap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大型說明會 大家清楚這個美格是在於哪裡 他說大型說明會 由地方黨部來主辦 那以我的經驗 我們在地方基層混那麼久 大型說明會 我覺得會找來的 基本上都是 所謂的藍營的支持者 所以我覺得大型說明 你會找來的話 不是針對中間選民 我的想法是 你會先找基層來說明說 為什麼國民黨在五月中 五月底那時候 過了這個國會改革的如法 我們的原因是什麼 要先對基層說明清楚 我要做的原因是什麼 先讓基層有一定認空感 之後才會決定 後續要不要辦接獎 來跟民進黨做一個 比拼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 我看起來是對一個 先對基層說明跟喊話 再來有沒有到中間選民 我覺得只有考驗黨中央 以及黨黨團立場 我目前看起來好像說話都是立委 那黨中央目前的話語權 在哪裡還沒有看到 朱立倫主席也可以說 我們黨紀我們就規定說 比照之前公投四大公投的時候 大家要到處去接獎 我覺得這沒有話說 但是目前我覺得 我還沒有看到 是很多地方黨部主委 我說三峽英哥的主委 問我說他傳新聞搞過說 佳凱這個我們要動嗎 我說先不要 黨中央如果說 所以是你叫人家不要動 不是我說這個 不是我說這個黨中央 你們都沒有聽到消息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到時候黨中 要有下令下來 由上到下 確定之後再說 由上到下的話 我們需要幫忙 我們就絕對會幫忙 佳凱我先講你再講 否則我真的 這我優秀的學弟 我要保護他 我坦白講第一個 一個基本的概念 揭蔽 我們有檢察官 我們有調查局的調查官 揭蔽有司法檢調 你問一下台灣人民 這樣人只能揭蔽 大家也贊成 誰來揭蔽 司法檢調 你這樣認真讓更生人 涉及內線交易的復婚期 涉案人等待中判的 你們涉及收割案的那些人 或者是一堆政治人物 來進行所謂的調查揭蔽 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則 弊案是用政治力表決決定 來我們這邊表決 我們弄給家凱有弊案 你服氣嗎 你懂我意思嗎 弊案不是用表決的 立法院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場域 大家政黨都有立場 你說叫民進黨表決 贊成民進黨有罪 還是叫國民黨表決贊成 國民黨有罪 不可能 那你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場域 那是一個政治角力的場域 立法審預算 才是我們的工作 如果國民黨那些立委 這麼想查弊案 比較認真要去找檢察官 去找檢察官 拿到立委的權利 以為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搞不好哪一天 復婚期搶掃廁所 你們還可以修改 把環保局歸立法院管 這是荒謬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情形就是 國民黨現在只有戰術思考 跟對立嗆毒 他沒有一個根本的戰略 或者面對人民的質疑 來反省怎麼對話 因為年輕人有青鳥 你們國民黨就講了一個藍鳥 一點邏輯都沒有 就因為青島東路那邊 產生了青鳥行動 那現在就國民黨的立委主張 要用藍鳥佔青鳥 這就只有對立 站在對方的價值做對立面 根本沒有想跟人家對話 一下子就把青鳥那十萬個年輕人 當作對立面 按照王洪輝也好 國民黨的講法 他沒有要說服這些質疑黑箱 質疑濫權的人 他是要組一群人消滅你 給你賺 另外第一場 民藏為什麼要辦在花蓮 因為是傅崑奇帶頭弄的 國民黨說你用花蓮喔 那我就來台南 因為是賴清德 當過市長的地方 對 他還在思考對立 他不是要去說服人 不是要溝通 你有街頭宣講 我也有街頭宣講 所以坦白講 根本知道是 國民黨的委員如果要上街頭 你可不可以好好說明一下 委員會為什麼不讓人家討論 急什麼 我們這些立委到現在第四個月 有必要急到委員會 都保留保留保留沒收 政黨協商保留保留沒收 然後大二讀的時候 登記發言 只讓你一個人三分鐘 剩下通通沒收 第一個要說明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做 第二個 為什麼要設計四個制度 質詢反質詢 反質詢表決就可以罰錢 這我們講太多次了 所以我坦白講 國民黨要上街頭就去上 你們如果認為 用對立的方式可以說服 這一些成千上萬的年輕人 用街頭用對抗的方式 可以讓人民 吞下你們濫權擴權的方式 那就繼續 那聰明的 聰明的應該要像剛才佳凱 這樣子反省一下 稍微退一下 不要像翁曉玲現在主張 還要趕快修法 要給立法院設檢察官 調查 調查員 要在立法院設調查官 然後他講一句很有趣話 來 類似檢察官辦案模式 讓立法委員辦案 就已經有檢察官了 就已經有司法了 這個調查權了 為什麼要搬到立法院 你既然要類似檢察官辦案 誰說立法委員 可以當檢察官的 你就讓檢察官去辦就好了 荒謬啦 我跟你講就是荒謬兩個字 好那瑞德哥 剛剛委員提到是說 你法條都流出來 現在說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這個調查權 究竟要怎麼行使 而且呢 阿公要做什麼 阿嬤要做什麼 就是他們根本就莫中一事 我們先來看 汪小林 這個是法國博士 法律博士 德國 這個更正 德國 你要法國去抗議 那不是我們 那不是我們生 法學博士 然後他說 我們應該要設立一個 立法院的調查官 那鴻孟凱 他是黨團的書記長 他講說 你如果是真的要 立法院設調查官的話 這還要再修一次 那你們是要目的天翻地覆嗎 那我們看看 過去是檢察官出身的 吳宗憲 吳宗憲說什麼 他說為了要保護 行政官員跟人民 我們在調查案件的時候 比照檢察官的辦案模式 那要全程的公開錄音錄影 留證 然後要留存到立法院 立委可以有一個調閱觀看 但是內容不可公開 最近就已經有人洩密 我們要怎麼相信 立委你說不公開就不公開 那汪曉玲是講說 我們呢 找有法律背景的人來輔佐 然後說這樣才可以幸福社會各界 你現在終於知道 社會各界無法幸福了耶 對沒有錯 那麼就好像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這幾天 在花蓮招來招去 那個講的話一樣 為什麼不好好討論呢 要現在到處去說明講得好啊 那不是你們自己幹的嗎 你們的民眾黨 這個等於說黃國昌 一意孤行嘛 要亂搞嘛 國會改革贊不贊成 我當然贊成啊 沒有人家都亂搞的嘛 無限擴淺 現在必行參謀總長包括 這個參謀總長包括這個 就是說檢察總長 現在連檢察官調查員 全部都哭了來 還要管人家監察委員 監察委員表現不好 設計什麼被人罰人罰班 那你為什麼不先 那你自己要不要罰啊 你要不要罰個兩百萬六百萬啊 等等啊 這可笑自己還是學過法的法學 法學畢業的 我要認同那個 我們大家開玩笑說 吳宗憲當過十七年的檢察官 這十七年的案件 應該重新檢視一下 你知道嗎 除此之外呢 那麼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既然你們要推出 國民黨要推出一個行動 來對抗那個 由年輕人這些人自動自發出來的 青鳥行動 好像賀名你就GG就再見了嘛 我昨天吃肉粽吃到一半 我差不多叫肉粽撿到 我以為是開玩笑哭手的藍鳥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朋友 不好意思 因為NCC的發錢 麻煩你用台語自己去發音 就是這樣嘛 你用台語發音一下嘛 我現在給你發音下去 NCC兩百萬 有人去檢視我就要發錢了 對不對 沒有你發音啦 我幫你用B調好不好 好 我發音blooper blooper blooper 你比較差不多好不好 你到底是不是在台灣出事的人 王大議也知道說 蛤 王小姐你簡直說 夾腿動好了 我都淡白了 莫名其妙嘛 莫名其妙嘛 也就坦白的嘛 所以莫名其妙 只有一個行動 只有一個主題 你就可以讓大家笑 我真的笑 笑到倒閉著 你知道嗎 還有王宏委 和女委員提出來的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啊 國民黨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跟你說淡白了 這不是在你要過進行 你就應該這樣做嘛 把我的支持者到處都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 要過這個所謂的 黑箱擴權 假國會改革法案嘛 你應該跟我說清楚嘛 對不對 過後就想說 唉唷 那我要參加 我要成立一個調查官 調查官要一個兩個 十個八個 一百個兩百個 對不對 現在才在開始啊 那麼除此之外 最恐怖是這個 最恐怖 我跟你講啦 為什麼柯建民 他們在地下 好不好 我也笑你 你國民黨沒打啦 你連民眾黨沒打啦 你敢倒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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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你沒打啦 笑你沒種 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敢 很簡單 為什麼不敢 因為你們現在如果真的敢 倒掉這個行政院長的話 那麼總統你又下令解散國會 定選有沒有 我跟你說 不要說國民黨不是第一大黨 藍白加起來都不會過半 我講坦白的 因為你們表現得太大 太糟糕了嘛 那麼有關於板橋 這個板橋有沒有 板橋這個部分 當然那個我覺得 除了板橋大三圓座 我覺得還是那個口號 比較好啦 獅子腰挑軟的吃 罷免就罷月圓茲 這些口號實在太經典了嘛 但是說月圓茲 最近嚇到要死了 哪有 一陣幕我看周末的時候 一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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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凶 他一直上 他一直上節目 但是每次講到關鍵說 要罷免應該罷免 提起這些事情的不關鍵 對不對 就罷免死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 產足黑心我覺得 其實仇恨值最高的是 許小新 產足黑心行動 守護鬆信 釜底抽薪對不對 為什麼說 那個這個 許小新今天 今天又針對 我們對面王毅川 又有意見說 罷他的料嘛 我都懷疑說 是不是要罷好幾個女朋友 如果這樣的話 王毅川就缺這一塊 跟我一樣 我就缺這一塊而已 問題來了 他的仇恨值那麼高 你問他就是說 鬆信對不對 不要以為 信義區他就罷不了 沒有那回事我跟你說 他仇恨值 因為 酸技是酸支持與愛 可是罷免是仇恨值 全國的仇恨值 哪個比較高 王鴻威繼續下去 王鴻威就快追上了 你知道嗎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中西東南 敲鑼行動 這指的是台中羅天偉 因為羅天偉 跟我們下面要講的 這個廖偉翔兩個人 各位 負面聲量突然間變成前幾名 你知道嗎 他們的負面聲量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會怕 所以包括沈柏洋 頭下腳都掉下來的時候 還偷打幾拳 這些不斷的在網路發酵的結果 他們的負面聲量很高 包括這個展翅廢翔 那麼輕秒行動 罷免這個 千萬不要誤以為說 這四位 那麼不會被罷免掉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以宜廖偉翔為例 事實上他跟張曉萬間 都十億萬多票 他只贏六千多票 如果這時候來的話 我的天啊 那罷免只要 這個張曉萬間得票的七成 就把他罷掉了 不要開玩笑 我們的局勢會怎麼走 川哥我有疑問 那大家在講說 這個立法院同意的 複議的情況之下 效果就是 那同意嘛 同意要複議 那這個部分 你就要退回 釋憲法案 違憲法案 然後退回 既然你們同意複議 這就沒過 那如果是反對複議的話 就是接著要走釋憲 對 要走釋憲 然後看釋憲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呢 既然你歡迎不知悔改的話 那可能會的效果是說 會 罷免的這個浪潮 可能會再掀起來 那再來就是說 立法院提出 不信任案的倒閣 倒閣案 這就是 玉石俱焚 但是因為 瑞德哥也有提到 藍白應該不會過半 你覺得現在會目前的局勢會怎麼走 現在大概就是立法院會呼籲 但是 就是說現在行政院上總統 總統強調上去立法院 就呼籲會投票 這十種現在看起來應該大概在六 六月底 六月中到六月 六月中的後半段 這個呼籲其實現在局勢是這樣 說給大家聽這種朋友聽 現在只要 只要五十七的人支持 這個案就繼續 那五十七的國民黨 加武黨的五十四的 民眾黨再加三的 意思是說民眾黨 如果沒有到三的人投票 這個案 這個案 過去的討論就都歸零了 就都沒有了 所以柯建民總召說 市議來過 後手剩六的客人 包括國民黨叫民眾黨 這個當然這個情勢都在演變中 因為這檔要五十七的 再去投 這檔的投票叫民進黨 基本上民進黨的出席力不關 這檔要出席力要關 是國民黨叫民眾黨 他們兩個加起來要五十七條票 才會過 那如果過的時候 當然對總統府來說 對行政院來說 對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來說 那就是提示線 當然現在國民黨說 如果這一次副議案 還是照原來的決議的話 要求什麼 什麼祖宗泰落台 如果要拔大家拔比較大的 如果視線出來之後違憲 國民黨會叫民眾黨 這六十幾個全部落台 這樣才會快 你說 你說如果是這個 可是我覺得冤有頭再有主 我們是不是先找兩個 因為是傅崑奇跟黃國昌 再加一個好了 汪曉林的助理 沒關係 這次副議的時候 看什麼人在那邊倒 副議什麼人在那邊倒 因為他倒後 要等於把他鄉親改遷 我譬如說我指謝伊鳳 謝伊鳳你就在那邊倒 你就繼續繼續國民黨 繼續看看 你維持之後現在去 這個市的視線 視線之後發現這個案子 違憲 這東西在那邊倒的 這些人 你要不要辭職 因為你們請說 卓龍泰 副議要怎麼辭職 那這一個如果視線案 那你們要不要辭職 所以接下來會走到這 當然視線 拖很久 這要叫大法官完成一個 視線的解釋 搞不好到年底那麼可憐 可能要半年時間 對 那可是這個同步行政院 可以要求暫時處分 就是說這個法令可以先停下來 然後不要繼續往下走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 身份證按耐指紋這條 大法官有當時 有同意能夠暫時處分 因為指紋如果寄下去就不會有 所以那個時候是有這個 這一個案例 所以接下來的情勢發展 重點就是來過這條的標關 這條的標關 國民黨叫民眾黨 有沒有人要起義來歸 因為他們現在每投了一張票 都會成為後續被罷免 或者有人要選縣市長 選民在看他們這一次的表現 講到這個藍鳥 我們都會台語的人 但是我們都不好翻譯 連瑞德哥都講說blue bird 對不對 但是時期有一個冷知識 要跟我們分享 跟藍鳥有關係的 的確就是說 我覺得國民黨會講出藍鳥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膝蓋反射式的動作 也就是說因為國民黨顏色是藍色 所以他就直接叫藍鳥 你知道青鳥其實它的原型是什麼 是藍雀對不對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青島東陸 為了臉書審查後來改青鳥 對 其實青這個字的意思 字面上的解釋 它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進化的 一個更新的這樣子的一個顏色 那所以它比較位階上面 是比藍在更上面 好 那沒關係啦 國民黨喜歡藍 那就藍好了 國民黨的藍鳥 其實過去多有使用過 這一張是馬英九 馬英九2008年使用的 你看這一隻也是藍鳥 然後呢 來來來來 馬英九也不是獨創 這個是2004年的連戰 2004年的連戰 當時的國民黨這個 不是弄了一個藍教頭嗎 然後這個 藍教頭啦 我講中文啦 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沒禮貌 對 然後連戰就是藍教頭教主 就是那個藍教頭的頭 有沒有 那所以其實 不好意思 你講怪怪 好 總而言之就是說藍鳥 這件事情對國民黨來說 是一個習慣上面的 直接膝蓋反射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氣場 比較適合Grace來表達 Grace都合受了 有沒有 好 可是我從政治的 操作技術上面來看 就是說如果是叫藍鳥的話 其實它聚集的比較會是 國民黨的基礎 就是那個盤面是比較 比較窄 窄版的啦 那如果再搭配政黨 支持度 如果國民黨是 直接暴跌10%的話 那表示說 你能夠吸引到的藍鳥的盤 是更 比之前要來得更小 那可是青鳥的概念是什麼 青鳥的概念說 它不是民進黨的 它們青就不是綠 也不是藍 它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那個盤 所以它的基礎是大的 而且如果你要把青鳥 直接當作是民進黨的 來做政黨對決的話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是一點都不利的 因為青鳥很排斥自己被 這個沾染上說 你們都是民進黨的 你們都是民進黨動員出來的 因為他們就不是民進黨的 他們可能也不是過去 也不會是投票給民進黨 他們也可能是 今年要第一次投票 也可能是這個非常年輕的這些族群 所以你把它硬套上民進黨的時候 他討厭的會是誰 他討厭的是你啊 搞不好更促使了這些 年輕的青鳥族群 更往民進黨 綠色那個光譜上面去靠攏 然後這個時候我真的認為 其實最應該下鄉的是民眾黨 因為黃國昌不斷 他是主導的啊 對他是主導的 而且他一直攻擊說 民眾黨是一直在講道理的政黨 反而是民進黨 民黨很壞喔 民進黨一直在講假訊息 你們下鄉也只是在散播假訊息 這黃國昌講的 對嘛 所以黃國昌 你們就應該要去導正這些假訊息啊 要去澄清這些假訊息啊 要去把這些民進黨的這些錯誤 錯假訊息通通消滅啊 你怎麼可以一場都不辦呢 我覺得有點懶惰啦 這對於這個民眾黨的發展 並不是什麼好事啊 你啊 你看民進黨都在講假訊息啊 我就在旁邊看啊 這樣壞壞壞壞壞壞 然後可是你卻不提供一個正確的訊息 讓大家來做判斷 我覺得這個說不過去 可見你黃國昌恐怕是沒有一個 能夠說服群眾的道理講出來 否則怎麼會你一場都不願意去 而且他還不斷地說民進黨 這個每次啊 這個都執政了八年 然後這個完全執政 國會改革通通都不做 結果你知道嗎 就被找出來 還好立法院現在是透明的國會 還好 就是我們改革的結果 就直播 是嘛 就還好有直播嘛 讓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看 我覺得這個直播厲害到什麼程度 協商耶 協商都直播耶 這個是民進黨這八年修改的 對 那所以你看在這個直播裡面 時間都打出來了 107年5月24號的早上9點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直播 主席是段一康 段一康 當時在討論的就是立委職權行司法 有沒有做國會改革 有啊 正在討論法案 並且主席段一康 因為還有議事錄嘛 段一康說 時代力量你們有提案版本 要不要來做提案說明 這個洪框框是誰 這不是這個相當俊俏的國昌老師嗎 國昌老師就說 沒有我們沒有要說明 然後就背起包包 就走了 為什麼不說明 不是很喜歡就是要把事情講清楚嗎 不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不是有提案 為什麼提案說明不要說明 為什麼提著包包就要走了 那不是應該就在委員會裡面 好好的把道理給講清楚嗎 你可以防止假訊息散布透過立法院的直播 傳達出你正確的正義之聲 為什麼不做 然後現在回過頭來說 民進黨都沒做 民進黨都沒做 就拿出過去的影片告訴你說 就有做是你自己閃避 你自己不願意討論 那我就覺得黃國昌 你這樣子能夠說服誰 我們在早新聞就會特別有感覺 以前那個朝野協商 我們就是在樓梯口在那邊等 那出來可能會跟你講說協商破裂 可是假設是藍綠白的話 或藍綠黃沒關係 總之各說各話每一個版本都不一樣 我們如果沒有看到裡面 發現什麼事情 我們其實就是只能透過轉述 大家可以各說各話 因為整個公開透明之後 什麼人先流浪 是因為說不就是有沒有在渡沽 或是發抖 或是做什麼動作 一清二楚 因為你們把它公開透明了 那永宏我要請教 我們看柯文哲說 與其透過現在要宣講 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一開始在立法院好好辯論 很好的問題啊 那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你怎麼不去問黃國昌 黃國昌說民進黨下鄉 也只是會散播假消息而已 對民主來說絕非好事 各有各的立場 你也可以去宣講 那所以林俊軒委員就講說 你如果覺得我們的宣講都是假消息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也辦一個東西去 還是說你只想要躲在直播間裡面 然後直播的內容 可能都是一些比較同溫層 自己在那一個世界裡面 然後自己覺得很熱 那我們看看 這個是民進黨的臉書 在五月二十四號 針對國會的這個擴權法案 講說黃國昌前後發言 兩百一十七秒 七百四十一個字 這是什麼樣的實質討論 這不就是柯文哲在聽的嗎 你怎麼不好好去跟人家辯論一下 辯論的人辯論手非常多啊 你可以找沈柏陽 我們定義委員也會開下站帖對不對 你也沒在怕嘛 我在排隊 我們在排隊怎麼到 跑軍隊